Hello 微博时尚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时尚博主Fashion Baker 今天我们在杭州 L的盛顶现场 然后在盛顶开始之前呢 我们请来了卢玉晓 跟我们对谈对谈 那欣赏卢玉晓跟微博时尚的朋友 打个招呼吧 Hello 微博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露露晓卢玉晓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L盛顶对吧 对 体验感受怎么样 首先就让自己放松吧 我觉得比起之前的一些经历 还是今天要放松很多 就非常的自在 自在 对 主打一个不摔脚 对 OK 还自己抛梗了 然后我今天看了你的造型 还蛮特别又美 然后这里面融入了哪一些巧诗 可以谈谈 像这边是有个群称 所以这边会看起来非常有个版型 它就会比较修饰吞起 然后这边一些都是手工 手工的花非常的美 我觉得这个造型很适合你 刚刚你走过来的时候 大家说哇鲜啊 还非常非常棒 那近期拍摄了很多那个出圈的大片嘛 你对拍照技巧这块可以跟我们微博时尚的朋友分享一下 我觉得拍照技巧首先就是不停的动 然后但是呢你始终就是知道镜头在哪里 然后传达给镜头你想表达的今天的情绪 就是不管是你今天穿着什么风格 那我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状况 一个状态去呈现给镜头 对 明白 那哪一些单品是你觉得可以反复穿 但是不过时的 帽子吧 就喜欢各种材质的一些帽子 除了这些 还很多就是各种的说皮带或者说有一些小的一些手套 或者各种项链我觉得都是可以反复穿 就是一些小的配件会比对你比较好讨喜一点 对 OK 那就是最近的影艺生活有给你带来怎样的蜕变吗 呃蜕变就是会稍微的更加自如一些面对就是大家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是会看到很多人的时候我就会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对这种 你拍过的剧也是蛮多的 现在越来越成熟了 影迹也越来越好 就有最近有在追了 还是不错的 就反正发现了一些自己的潜力吧 可以可以 对自己未来有什么一些具体的计划吗 就是有什么特别想演的角色 想演的就是比较反映人性的一些角色吧 就是稍微人比较饱满 他可以是不同面 他可以有他很多的缺点在 但他依然他呈现出来是个真实存在的人那种 明白 就会选一些跟自己真实的性格不一样的反差感一点的吗 呃因为我自身性格其实很多位是在每一个角色中 我才发现自己有存在这些东西在身体里 所以我也希望遇到一个角色 反而我还有这么一面 就可以把它爆发出来 叛逆啊 或者这种角色 就会比较吸引我 那还蛮让人期待的 期待你下次的新的片子里面 可以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表达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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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待会期待我们圣领相见 期待你的表现 好的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